那照马总统的说法 靠向中国就会比较安全吗 其实我说马英九以前 最不喜欢人家扣他帽子 可是呢他现在字头罗网 马英九变得不只是他那个割双眼瓶 我看你们那个画面 哇那个眼睛好恐怖哦 眼睛瞪得好大哦 怕死哦 人家说他回春 你说他瞪好恐怖 我们常讲说做参军统帅 做国家元首 最怕就是不知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过去蛮久他让人揣测 但他没有把真正心意讲出来 可是他现在知道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他为老公而战 我不得不这样讲 你看我们摆面上 看板上那边 所有的那些人头一弄出来 看到他们的所言所行 那个就好像木马屠城 那个一把开来 哇全部都出容了 所以我说吴思怀算什么 你跟这些人比他排到后面 还说我在这里啊 把我弄前面一点啊 那陈以兴就更不用讲 因为他是马英九的嫡系 所以他跑到比较前面 他比吴思怀要厉害 我同样附和刚柏雅的 阿苗的他的讲法 我就挑陈以兴 陈以兴如果和平 像你所说的只剩不到五个月 那我们请你五月零一天的时候 请你把你的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你的这个人头拿来一记 你就率性的率尔辞去你的 国会议员的职务 这样的话或许你不会传过水无痕 好我加一啦 但是我们探讨这个部分 我们不只是诱线于陈以兴嘛 我们要看马英九他搞什么 他搞四个字 简化为两个字 他叫做武力逼统 两个字叫做武统 以前这些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干的 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里面的鹰派 他们要武统 他们所作所为 其实环球时报 他们的官方的喉舌官媒 他们就讲的清清楚楚 他们的总编叫胡锡进讲什么 我们以前在你们的东部 从局部一直到从北到南 现在我们全部环岛 缴你们整个台湾这样子军演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 让你们台湾人民天天害怕 以后我们真的要打过来了 结果人家武嚇 你马英九们你们文公啊 你算什么啊 你算什么 我们台湾前援手吗 你的意思是说 你叫我们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吗 马上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就是说 好我们都不要打仗了 而且要我们相信你们所说的 所谓的美国不会来辞援 所以叫我们这样 哎呀那我们就被你们捅好了 我们就是香港第二 我们不会经历过一国两政党过程 直接你做我们的爸爸好了 你就来统治我们台湾 这就是马英九他们现在在 一天就投降 你看他们讲的是不是 而且呢 有一个将军看到他们这样讲 他以前负责战略的 他算已经推移 他跟我讲说 我们国军是做塑胶做的吗 真的 中共的制空制海跟反对路 有那么厉害吗 所谓的 而且马英九讲的 首战及中战 他讲的不对 应该首战及决战 首战及决战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结果要怎么样 要有绝对的优势战力 这被马英九讲说 有打你们绝对有 他现在我们跟你们 你要分清楚 我们是讲他们 他跟中共 你们是讲我们台湾同胞 第二个说要有情报 相当的辽络执掌 中共怕什么 前元首就会提供情报 我们前几任国安局局长 排队等着给你 我们台湾的情报 但是我要跟老共讲 不要误信他们 他们的话真的不能听 他们有什么情报 第三个就是说什么 阻止外国势力援台 现在最明显就是美国 而且美国自2018年 国防授权法定定之后 他们随时可以定期的 停留他们的军舰 他们可以随时定期 停留我们的高雄 或我们其他的港口 美军早就来了 这是最近大家都知道的 是啊 在马英九他们这种强化 就是说你要提供这个 美国这边升温了 他们就要帮老共这边升温 所以就来这一套嘛 所以你说 好恐怖喔 马英九怎么会是这样 他干嘛要割双眼皮 不是 我不是讲这个 他以前做我们国家元首 怎么像翻脸就是这样子搞呢 他以前就这样 所以以前有一些什么 有一位王志鹏 他是海军的被衣上校 他就常写文章 他戳破马英九 他看得很精准 他说马英九 常常在弱化我们的军售 军纪以及军备 他搞一些那种什么假性的国防 你现在就说 他八年总统执政的时候 他搞假性国防啊 像看川的嘛 他干嘛要给你搞硬性 玩真的 对不对 他现在的司马昭之星路人皆知 他现在变显性 他告诉你叫武统你台湾嘛 不然的话 他比环球十八还具体 那环球十八写一篇八百字 假设是这样 他每天给你搞 还给你搞什么不安全研讨会 而且还帮腔做事 这些人根本 这些人就为马英九 就马英九口哨一吹 他们全部都提供 你看舒淇讲什么 台湾一天就投降 你出来讲讲啊 对不对 什么时候台湾 开始一天会投降 是你正当国安局局长 那你国安局局长做假的吗 马英九提国防派去皮书做假的吗 马英九当时候 八年 人家提他有国防政策 你做一个三军统赛 你不能没有国防政策 你也搞假的吗 你骗我们啊 我不知道中共 有没有一天会说真话 但是你马英九 你都假话说尽 你都玩假的嘛 你假性国防原来 是为了这个目的的 对 对 你不是木马屠城是什么 你不是中共同路人 你叫我们要讲什么 恶化吗 我想不出来其他的恶化 还跟我们讲说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他给我们建议是幸福啊 我下面就看你们 我们会被当吴三桂啊 引清兵入关 因为有点迹象了嘛 你们在搞什么 打击军心要搞什么 军事政变吗 你们要把这个 我们的陆海空军 我们现在备战当中的 或者我们随时 两架军机要上去 要对峙的 你现在就说 不用打了 对不对 对 我们是塑胶做的 你们完全没有站立 美国人也不会来 你这在拆台嘛 可恶 就是我们讲到 把这个我们的整个军心 我们整个国防 整个拆掉了 你在拆台嘛 你在扯后腿嘛 对不对 那我就不等成乙姓了 我等你马英九 你的嫡系子弟平说 不到五个月 你讲讲嘛 什么时候大家来对赌一下嘛 没有人就闭嘴 但是你们这些人 制造的亡国感 会让国民党 勇士不得超商 在台湾获不得选票 马英九现在做的 是比吴思怀啊 比新党还新党 对于慕民育主席 有像你这样开个不安全 研讨会吗 有伙同你们执政过了这些 国防情治 安全官员这样子出笼 这样子搞吗 没有 好有很多人问我他干什么 我说实在的 他上一次那个选举 他就有 有心想要 因为他中间已经隔一任了嘛 他想选总统嘛 什么他想选总统 我告诉你 他上次就说不是郭台铭出来 就是他出来嘛 后来郭台铭出来嘛 而且还有一段募款的内幕嘛 他就跟郭台铭募款嘛 讲来讲去 说他可能选党主席选总统嘛 那次碰到郭台铭说 郭台铭说我也要选 我觉得他 第一个他就是统派 他要达到统一的这个目的 他现在不跟你讲 一国九二共事了 大家要注意 他撑香港 就所谓香港议题 他完全缺行 你知道干嘛 像我们这种正常人 香港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担心香港的话 台湾有香港的末日 哪一天 我们会担心嘛 我们绝对深远这个议题嘛 而且他们用那个国安法 要搞死他们啊 这样乱抓人啊 前置言论自由 这让香港没有明天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 民主自由国家 我们强调 人权法治自由的一个公民 我们自然会提到 我们才会说 那你好 那个韩国瑜为什么不讲 你国民党为什么不讲 你们这些人 可是马英九好几次都弃权了 他干嘛 而且你要注意哦 他如果是持武统这种理论 他就不是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是还有一中各表 他已经没有了 他这种拆解你国防的这种 军心军备军什么 他甚至让你美国跟台湾无法合作 美军你都不要来辞援 他达到一个目的嘛 就中国讲的 我们会让你们攻台而不死人 我跟你讲 我这些论调全部都是 那个所谓中国大陆 他们的这种恫吓式的言论里面 他们的一个战略思维 包括你什么 我们有绝对的自敌的基先 我们怎样又怎样 比如说前面两部 我们要摧毁你们的机枪阵地 对不对 我们还要占领你们的所谓 什么相当的地形 我们要做什么掩护攻击的阵列 等等 这些东西 你说这个 他们所谓的链接的 我们讲说 无奉接轨啊 对 你跟人家的这个武统台湾 这些言论 这些恫吓 你完全无奉接轨 我跟你讲 人家武贺 你跟着文公 你什么目的 你讲清楚 只是选总统吗 只是为了马锡二会 我先前还本来看晓他 我想说 是不是为了马锡二会 做球啊 做个平台啊 是不是才搞这些 我发现他来救了 越来越来救了 而且其他人木马屠城 一打开全出笼了 我觉得并不单纯 如果马英九 你做过我们国家的元首 如果你不要笨到说 你想用这个再选上总统 对不对 如果我们台湾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我想必你们这些人 你们是跑第一个啦 那在我们眼中 你们不是吴三桂吗 你们是吴三桂 那中共绝对奉你们为上兵嘛 不要那么low 你做过我们台湾的元首 你还做这么卑躬屈膝的事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叫做什么 这还不叫柔性的准 拆解我们的国防的 以及我们国军的军心啊 他们在搞深化下去 你想看 我就视为一场 你要搞军事政变吗 你里应外合吗 你让我们国军就 直接就投降吗 你让我们的人民 这样经过你们一而再 再而三的 这样洗脑 是不是 那个挺难的 就自动唱你们的调 然后我们全民就这样 失去防备吗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 我们就用亡国感 来对解你们的战争感 对不对 那不要欺骗台湾老百姓嘛 过去骗了你现在要干什么 讲清楚 你以为开个什么不安全 什么研讨会 你讲清楚了吗 我不认为讲清楚 包括要顺便把你眼袋 为什么要割眼袋 弄髒眼皮的干嘛的 你也讲清楚好了